贡献力量的人们 崎岖山路 漫天星月 这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所有电影人都奋斗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们也要为扶贫助力 是啊 我相信这也是电影人的使命和担当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要揭晓的是今晚万众瞩目的一个奖项 那就是最佳男主角奖 其实这一次来到郑州 我相信小凯一定听说过一句话 就是郑州是一个 来了就说中的地方 学会了吗 中 我们看看今天都有哪些提名者来到了现场 萧央老师在吗 在哪里 恭喜获得提名凭借《误杀》这部电影 小凯你觉得萧央老师有戏吗 中 中 那我们再看看还有哪一位 张寒宇老师在哪里 在这边 中国机长提名了我们的最佳男主角 欢迎您 那你看张寒宇老师怎么样游戏吗 也中 也中啊 我们看看还有谁来了 我看到张艺老师已经低下了头 欢迎张艺老师 大家都说我和我的祖国当中奉献了口罩都掩盖不住的演技 所以张艺老师有希望拿奖吗 还是中 还是中 对 我们看到这边黄晓明面带笑意啊 曾经凭借中国合伙人已经拿过我们中国电影三大奖了 今天有没有可能再度摘得百花奖 小明哥台中了 种种种 对 还掺杂了一点重庆话 对对对 种种种 那究竟谁最中 还是得我们的观众评委们说了算 那让我们有请我们这一轮的开奖嘉宾 侯勇 吴军 来为我们开启荣誉 有请他们 谢谢